凌晨12点多台中这位71年次的张姓男子有毒品前科 骑车闯红灯看到警察拦查一时心虚拒捕逃跑 警方当场对空鸣枪来围捕现场非常的惊险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杨小涵告诉大家 小涵请说 好的主播在今天凌晨12点半左右呢 一名71年次的张姓嫌犯在台中新大陆还有永南街来这边来闯红灯 不过他却遇到警方来盘查 一时心虚才会骑车来拒捕逃跑 而在追捕的过程中呢 嫌犯喊骑车跌倒要试图要弃车来逃跑 而警方也有对空鸣枪要示意要他停下来 我们先来听一下民众还有警方的稍早说法 他叫他不要走 他有将会走 他这里却对面点开车 有带查证 现在身份还有带查证 可能监察走 他就看到警察就会 对 远警拿着探照灯细心的在附近搜寻弹壳 而嫌犯呢 因为一时心虚骑车拒捕逃跑 也在逃跑的过程中 左膝盖有明显受伤的状况 警方呢也顺利的将他逮捕到岸呢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状况 将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 闯红灯自己心虚这个有毒品的钱科拿 遇到几餐呢 就汽车落跑来自现场最新消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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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